包括底下的这个验放区域 整个的这个区域 现在已经全部停止了这个工作 我们在征得同意之后呢 在今天下午两点半的时候 是进入到了这个人员 已经疏散撤离的区域当中 去拍摄到了一些画面 这也是可以说受到昨天爆炸影响 最为核心的一个区域 我们请大家来看这样一个画面 这是我在大楼九层的楼梯间 所拍摄到的一个小的细节 爆炸的这样的一个气浪 是把玻璃完全震碎 而玻璃直接插到了 大楼的水泥的墙体当中 这是我们大概上到11层 我会发现在9层到11层的 这个区域当中 玻璃损坏得特别的严重 插入到这个墙体当中的玻璃 也是最为的明显 这是不是也在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可能通过 很多的视频所看到 整个这个爆炸 其实它有一个巨大的波及的力量 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 天津港海关大楼内部的一个画面 所有的这个天花板的顶棚 全部都已经掉落 而现在无论是面向 天津就是事故的这个现场 也就是爆炸区域的这个玻璃 还是大楼背面的 几乎所有的门窗 全部都受损 这是我们爬到15层的 天津港海关大楼的楼顶上 所拍摄到的 今天下午2点半钟现场 核心现场的一个实时的画面 我们所看到的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进入有d Kaw Ad